大家好,歡迎收看這節的即時攻略 我是林子彤 先和大家跟進港股最新的走勢 看到港股今天回吐了一點 跌了百多點 恆指最新跌近157點 連27,000點都失手 最新還在26,974點 至於國企指數亦要有回吐 跌了93.10764點 跌幅大約0.8% 大市成家到這個中數 有265億多 這個環節我們請來Arnold和我們談談 Hello,Arnold早安 這節我們都要先講講大市 回了過百點下來 有幫出業績之後見光死 一會兒我們再分析一下有幫盤數 但是這隻股份都拖低了整個大市的表現 恆指今天就期止結算 過了期結 去到下個星期的時間會不會好一點呢 其實近到今天試過的指數 最多跌到差不多200多點 我想你看到跌了200點 其實就不是單單有幫拖累 整體在各個版塊上面 包括一些大型的 好像匯紅、騰訊的表現都是比較疲弱 指數成份股就一面倒 有個走弱的跡象在這裡 但是我覺得看回一些指數成份股表現 很多現階段都是剛剛見到這條10天線 純粹之前升得多 可能高位做個調整 那關不關期結算 我覺得就真的未必有太過關 我預料到下個月 其實都仍然是關注焦點 看看業績那一方面的表現 其實我覺得包括有幫在內 都不需要看得太過差 我覺得看回恆指的技術走勢 短期來說可能有機會借勢 試一條10天線 26,800這些水平 但我覺得跌穿10天線 這個機會其實就不是太過大 甚至會不會真的試一條10天線 都仍然有所保留 但是短期來說 可能會反覆在27,000點以下 但值得留意就是 今天雖然市數試過跌到200點左右 低見差不多26,900這些水平 但留意隨著A股跌幅收窄 甚至有微升的跡象 都見到港股也跟隨著跌幅有所收窄 所以關鍵之處 其實看短期後 4個A股能否繼續做好 這也是一個關鍵的因素 一些中資金融股始終現階段 仍然是落後 我覺得這些內銀內險 都不需要看得太過差 所以說指數方面 我覺得跌穿10天線的機會 真的不是太過大 這些位置會建議投資者 仍然繼續這樣看好 目標都是27,500 甚至如果匯控業績都仍然是好的話 有條件望28,000你的水平 講完大事 我們又講出了業績的友邦 先講他們的大數 按實質的匯率計算 友邦中期順利 按年增長4.2% 賺29億2500萬美元 如果按固定利率計 中期順利就升4.4% 中期息增加1.7% 每股就派25.62港 先拆開細數 看到整體的新業務價值 按固定匯率計 升4.2% 按實際匯率計 升3.9% 中國的新業務價值 按固定匯率計 升6.5% 按實際匯率計 升5.6% 整體份業績 都叫做好預期 只有中國的新業務價值 比高盛預期差少少 這份業績收不收貨 排息方面又符不符合預期呢 其實本身買有邦這隻股份 大家都不太注重收息 因為有邦這隻股份 本身的息率 都是1.5厘左右 即使中期息 升了一成多 接近兩成都好 整體的股息率 仍然兩厘留下 所以你看有邦這隻股份 本身派息 就沒有太大的意義 因為大家都是提好他們 特別在新興市場 好像內地方面 會有個比較強勁的增長 而香港的保險業務 隨著市場佔有 不斷地擴大 仍然在市場上有優勢 失業務價值增長 仍然有個強勢在 所以你說有邦 雖然中期息在增 因此而增加 但是你說 其實派息比率 也沒有特別上升的跡象 始終是有邦這隻股份 都不是以為派息為主 最關鍵 正如之前所說 大家買有邦 都是衝敬業務 有個強勁的增長 所以焦點 都是看過 失業務價值那一方面的表現 市場之前一直都提及到股 今年第二季預料 有幫新業務價值增長 大約是35%左右 而今次出來 整體言 新業務價值增長 都略為高於市場的預期 這是一件好事 但是 新業務價值增長 第二季 大約是38% 39% 其實我覺得 整體言 雖然比市場預期好 但是 跟第一季不同 分別不是很大 始終第一季出來 新業務價值增長 有五成的增長 之前市場都是 約30%左右 因此股價 由50元這些位置 抽升上來 這次差不多升了 其後 升了接近一成 去到55元這些水平 但是今次業績 第一方面 在業績出之前 股價都由55元這些位置 逐步逐步這樣炒到 60元這些水平 所以今次 整體新業務價值增長 大致上 都是比預期少少的情況下 看來這個因素 就未必可以持股價 再進一步上升 現在 內地都是有邦的 盈利增長的引擎之一 下半年增長的勢頭 可否持續到呢 內地的資金管制 未來 是否困擾著有邦 你經常都關注有邦 可能受到內地資金管制 這些相關的因素 但我覺得不需要太擔心 始終 看到今年 其實自從第一季開始 第一季 已經有這麼強勁的 新業務價值增長 講到一些 資本管制 相關的消息 其實都是說 由去年的年尾開始 所以第一季的業績 已經有理想的表現 都在反映著 內地人限制 他們可能用銀聯卡 這些因素來買保險 影響真的不大 亦都在說 預料新業務價值 仍然有強勁的增長 特別在香港市場上 始終內地人買保險 的確意欲仍然相對比較大 始終第一方面 未來來說 人民幣仍然存在著貶值的風險 第二方面 始終在說 在香港幫我買保險 或者一些投資商年保單 始終對於內地人來說 投資渠道相對比較多元化 這個會是一個優勢 但是最重要 始終都是從香港的業務為主 因為始終看回 論新業務價值增長方面 整個新業務價值 整體而言 在今年上半年的業績上面 大約是接近17億美元左右 但是你看到 其實差不多接近一半的業務 都是在香港為主 第二大中國業務 都是比香港小成一半有多 雖然說 增長速度相對比較快 但其實不是說真的差很遠 內地有六成多的增長 香港都有五成的增長 所以焦點其實仍然是投放在香港市場上 而在現階段見到 就是內地一些資本管制措施 就沒有一個太大的影響 所以預料回到 未來來說 有幫新業務價值增長 仍然留夠維持一個高雙位數字的增長 但是如果看回地區分佈上面 香港的表現強 都維持了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但是第二方面就見到 內地方面仍然有一個比較強勁的增長 步伐在那裡 而其他新興市場地區 包括馬來西亞 或者說的是泰國方面 其實表現也不是說太過差 但是今次的業績見到 其實泰國、新加坡這些地方 表現相對地不是太過理想的 按年來講 有一個倒退的跡象在那裡 也都可能會導致到 今天的股價 或者市場對它的看法 可能會審慎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總括來說 由於整體最主要的市場 香港、中國市場上 仍然有一個強勁的增長表現 所以我覺得友邦 真的不需要看得太過淡 好 友邦上半年內含價值的營運日利 按固定利率計升2.1 按實際利率計升1.9 利率變化 又對這方面會帶來幾大的正面影響 下半年這方面的情況 與其又會是怎樣 大家其實有些人會關心 就是加息對友邦 會否構成一個負面影響 看看今次業績上面 有幫過內含價值電源 按年來講 升了接近8%左右 但是看業績上面也有說 若果未來利率再上升的話 的確會有機會影響 內含值各方面的表現 但是看回到 以敏感度預測來看 即使利率上條50個基點都好 其實內含值雖然會跌 但是幅度是非常小的 預料真的說內含值會大跌 或者是調整1成的機會率 相對地不是太高 甚至現階段也在猜 基準利率會否再調升50個基點 其實短期來講 發生的機會性 真的不是太大 所以右邦現階段來講 風險因素也不是太多 我覺得今天的股價調整 第一方面是市況不配合 第二方面是業績出來之前 的確有一個提早炒作的跡象在 所以短期來講 再向上突破的機會 可能不是太大 但是我覺得中長線來講 右邦仍然是繼續有條件 可以提高一線 如果從圖表走勢上面看 正如之前所講 股價在出業績之前 一度試過60.8這些高位 其實我覺得這次的業績 整體而言都反映著 右邦的營利增長能力是強勁的 股價後市來講 有機會再創新高 但是短期來講 可能有機會試回十天線 59.3這些水平 即使跌穿也好 預料不會有個很深的調整幅度 第二個支持位58元 我相信不會那麼容易失手 所以我覺得這些位置 有貨的 絕對建議繼續中長線拿著 至於如果股價有機會 落到59元這些水平 都建議投資者 可以考慮去做部署 至於有邦現交段的目標價 我建議先看到65元這些位置 有邦份業績出來之後 股價都跌下來 會控下星期一都出業績 怕不怕情況都跟有邦一樣 應不應該今天做定一個部署呢 始終說出業績 其實真的好看個別的情況 如果你說有邦 其實業務真的比預期中強很多 其實的確股價 我相信表現是有得再進一步上升 所以會控的情況是一樣的 現階段市場預期會回購股份 盈利能力在第二季會繼續改善 這些因素如果是正確的 出業績之後 都大致上符合市場的預期 甚至見不到回購股份的話 股價固然有下跌的風險在 但建議大家繼續看好這些國際金融股 始終說回控方面 始終我覺得回購股份方面 或者增加派息方面 我覺得是有信心的 始終回控有很多大安報告 都說到有個資本過剩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不需要因為見到有方 今天這樣的表現 而擔心回控股價會同樣 有這樣的走勢出現 好,這節和Anno談到這裏 Anno有沒有持有上述提及股份 也沒有持有的 謝謝Anno 稍後回來我們Anno 就會和大家解答 在股票上的問題 如果有任何疑問 可以打來204-6566 和我們聊一會兒 稍後回來再見 回到即市公里這個環節 再提及大家 如果有任何股票上的問題 可以打來204-6566 問一下我們專家的意見 這節我們繼續有Anno 和我們談談Anno你好 看回市場 現在有上2萬7樓上 下跌少了一點 現在接聽第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林先生 林先生早晨 早晨 早晨 想問哪隻股份 1336 未有貨 哪個位可以捕捉他上網 麻煩你 好,先看看1336 現在未有貨 我看到今天新華保險 都跌了0.3% 下來 1.5% 49.5% 哪個位置入好一點呢 以及上網空間又大不大呢 其實新華保險 我有少少戒心 雖然近期來講 升得比較多 但是如果你看回新華保險 整體現現 相半年累計保費收入 其實同比跌了差不多接近14% 那你說現階段 新華保險 為何升得比較多 第一方面可能你說AH股差價 第二方面就是 股值上有些大行 是比較落後的 覺得他們的 甚至近期來講 有些大行 對他們的標價是60幾元 這些位置 那我想你就看到了 但是由於他們的 保費收入方面 我又覺得 不是說真的太過理想 所以我都不敢看得太過樂觀 如果這些位置去買 我會比較擔心的 短期來講 我會建議留意多一兩天 不能夠站穩49元這些支持位先 如果因為股價之前升得那麼多 跌穿了一條十天線 有機會順勢調整到47元這些位置 其實我會建議48元這些位置才買 會相對地比較安全一點 我覺得48元這些位置才買 那目標 我會建議暫時看到52元這些水平 好 那林先生有沒有其他問題 有啊 有隻489 那隻東風也是沒有過的 這個位置可以捕捉他 請問多少 好 那些汽車股 今天那隻東風也跌了29.49元這些水平 但是炒汽車股的時候 這一隻就好像比較落後一點點 應該真的買入呢 無論是升幅或者估值 那東風集團 一直都是一隻相對地比較落後 或者相對地比較悶的汽車股 因為特別是東風集團 其實是說旗下的汽車 在內地特別跟很多日系品牌合作 亦都是相對地知名度 比較高的一些品牌 所以一直以來在市場上都是龍頭來的 但是由於沒有什麼特別的新型汽車 亦都說他們跟合作的一些品牌 亦都不是說真的有很大的優勢 好像日產等等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亮點的 所以說到汽車銷量方面 過去這幾年來講 整體而言 都是以一個很溫和的增長 看看一些過去數據 東風集團 頭六個月了 整體汽車銷量 大約是150萬部 同比增長都是6%左右 增長速度非常慢 而且擔心內地可能有些汽車減價促銷 最終東風集團的中期業績 預料盈利能力 不會有太大的變動 所以這隻股份 即使一直以來升得比較少 或者估值相對比較落後 5倍PE 但是由於盈利是沒有增長的 所以都沒有太大的投資價值 所以我覺得短期後市 對於東風的看法 我覺得都是以一個上落格局為巨多 的確論現階段的估值 不算是貴 亦都是說偏低 我覺得你說如果炒上落是可以的 如果落到9.3這些位置 我覺得可以買入 2.9元作為一個止洩位 反彈目標都是看之前的高位 大約是10.2這些水平 好 希望可以解答到林先生的問題 也感謝林先生的電話 電話旁邊 何小姐都在等 何小姐 你好 你好 兩位 想問哪隻股份 3333 我沒有貨的 想問一下 幾千元可以入 謝謝 恆大升了很多 昨天都再破頂 但今天就回到7% 即是這隻股份可能上落都比較大 現在這樣回一回下來 可不可以回到之前的強勢 即是繼續向上呢 其實雖然今天調整了7% 但大人大比轉勢 或者之前的強勢 維持不到 我覺得就言之上早 暫時說恆大 我都不會特別地看淡 始終是現階段恆大 真的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消息 似乎股價上升 不是純粹一些 特別資金的炒作為主 包括他們打算回歸A股上市 在這個過程 會令到公司的資本實力進一步圓强 有機會釋放價值 另一方面 其實公司今年都做過很多融資 相關的動作 之前發營起也說到 公司未來有很大量的永續債 有機會可以回到 所以未來利息開支等等 在成本方面進一步會優化 第三方面就是 買樓狀況是非常良好 中期業績公司的營利能力 是非常之強的 所以現階段即時升到這些水平 市盈率53倍PE 由於有個很強勁的營利增長能力 所以我覺得如果回調多一點 都可以去考慮 從圖表走勢上面看 由於今天都試過高 22元這些支持位 所以我會建議先等一等 我估計有機會下回21元這些水平 如果去到21元這些位置買 我覺得都沒什麼問題 21元這些位置買 以10天線大約是18.5元做一個支持位 目標我會建議是26元這些位置 那何小姐有沒有其他問題 有啊 是 我那隻18、28 我想4.7買的 有沒有機會回到我的位呢 謝謝 大昌行 差7毫子 今天都是4元這些水平 有沒有機會回家鄉呢 現在大市似乎 後市都比較看好一點 我覺得大昌行 短期來說 未必會太過差 我覺得業務上 又不會突然間轉叉等等 汽車分銷上 應該整體現有一個穩定的表現 所以我覺得這些位置都建議 繼續拿著 你看看圖表走勢上面 亦都預料10天線 會有個初步的支持 未必容易跌穿的 所以暫時來講 部署策略 2分3.9做指示位 不尊3.9基本上繼續拿著 沒有什麼問題 至於目標 我會看到大約是4.4的位置 多謝何小姐的電話 電話旁邊李小姐也在 李小姐你好 你好 兩位主持 你好 美女 先拜託阿郎 我想請教兩隻股票 麻煩你教一下我 好 第一隻就是今天新鮮述爐 那隻12991方 我便沽了 現在沒有貨 有幾位買入 同志明 在同志明 有一隻 過一兩天 就出售 那隻27 是 我便慘 我46元買 上次他做48元幾 又無辜 麻煩你 嘩嘩嘩嘩嘩 嘩嘩嘩嘩 嘩嘩嘩嘩 嘩嘩嘩 先講一隻有幫 其實很多人都可能 阿健升了那麼多 先獲利離場 見到今天 業績出了之後 就要回回去 剛才都有問過 應不應該趁這個回調 就進入一隻有幫 可不可以教一教這位家庭觀眾 有幫其實調整多一點 其實我覺得可以去買 我建議59元這些位置去考慮 其實今次業績出來了之後 其實你看到大致是好過市場預期 但是要留意一下 雖然叫做好過市場預期 但其實好過預期 只是非常小的 市場本身預料經常看有幫 很簡單的 主要看新業務價值表現 市場預期增長35-38% 現階段新業務價值增長 39% 所以只是略為好過少少 所以業績出來了之後 是有些獲利回套盤出現 但是由於整體業績仍然表現是弱 所以會不會轉勢 未來會跌很多 我覺得機會真的不大 所以可以反而不放後 在短線調整可以做吸納的部署 如果你看回圖表走勢 未來可能有機會試一試 但真正跌穿10天線 我覺得機會真的不算大 所以如果後位去買 我建議等59元這些位置可以買 59元這些位置就可以馬上去買 目標看到65元這些水平 後市只要不穿50天線 57元繼續中長線拿著 我覺得都沒什麼問題 另外還有27號銀魚 今天升1%上來48元 那些水平 這隻股份的業績又怎樣看呢 見到它和金沙泳里 都有一個第二季的業績又出來了 那銀魚方面 有沒有一個炒作的空間呢 其實你在說豪島股 業績一定不會太過差 但是可能盈利又增長 甚至有個高雙位數字的增長 但是未必代表著 股價一定升 參考像榮里澳門出到來的業績 特別見到他們的榮里皇宮 的預期中差少少 都會導致股價有個明顯下跌的勢頭 對於銀魚來說 由於近期來說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新賭場推出 所以市場本身對他們的業績 就沒有太大的衝勁在這裡 所以這些位置 其實我覺得可以建議 繼續握著 搏一份業績先 但是我覺得短期後市來說 銀魚都看得小心一點 始終豪島股 的確現階段最大的問題 就是講一個股值 不算是便宜的 所以從圖表走勢上面看回 暫時來說 與其看回移動平均線 我覺得不如可以參考 這條短期的上升軌 其實只要繼續站穩 在這條短期的上升軌 大約是46.5元 47元以上 基本上 有條件再進一步向上突破 如果能夠突破49元這些阻力位 我覺得可以看大約是52元這些水平 所以是銀魚 暫時來說 我建議先看到52元這些位置 移回46.5元作為一個止設位 有幫就可以撐位買 銀魚可以繼續持久一點 多謝李小姐的電話 另外黃小姐也在電話旁邊 黃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我想知道現在市場是回調 那些內銀股來公行 能否入得過呢 現在 好 看看內銀股 公行今天回回百分之一 五個四毫二 就是939建行 六個四毫六這些水平 接下來市場可能可以再看高一些 27000或27500這些水平 會不會是之後 那些內銀股又可以多夾一層上去呢 其實內銀股 我覺得都有機會在八月份 可以寧象大市 因為始終在說 我相信 其實看回自從港銀招刊出了業績之後 我覺得內銀股的業績表現 未必說真的太過差 特別說因為 都是跟預期有關 市場對於內銀股的看法 一直以來都是比較審實 其實預料回業績那一方面 未必說真的有太大的衝勁在 所以說其實未來來說 出業績可能有機會 略好預期少少 以建行、公行為例 市場可能預料他們盈利沒甚麼增長 但最終如果見到整體的利潤方面 可能有4-5%的增長 可能已經可以帶動到股價 做好一點 所以說這些位置 其實看回很多內銀股 現階段只試一條10天線 在這些水平 其實我覺得可以去吸納 以公行為例 現階段股價試一條10天線 大概是5.4這些水平 但我覺得真的跌穿10天線的機會不大 甚至即使跌穿10天線都好 會不會調整得深一點 試到20、50天線 5.25這些水平 我覺得機會真的不大 因為以現階段的估值來說 內銀股的估值仍然是屬於 偏劈或者股息率 仍然是吸引 所以這個5.4這些水平 我覺得可以考慮 可以去買 公行5.4這些位置買入 目標我會建議看到5.8這些水平 以5.2做一個指示位 嗯 好啊 問內銀股看得不錯 接聽另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陳小姐你好 好 是 我想問的1786 是 有沒有房子 想轉 有 3.4號6 嗯 好啊 我想轉馬 去698 好嗎 好啊 那Arnold怎樣看呢 現在都想可能自一自洩 換一換馬 這個策略又對不對 這隻設計的裝備 其實就看到股價相對比較弱 之前亦都發了一個刑警 中期盈利會大些 老實說 我都不太熟這間公司 也都看到股價的走勢 仍然是非常之弱勢 即使現階段公司跌得非常之多 但論總市值 公司的市值仍然不算小 有接近15億的市值 所以都會仍然擔心 繼續有資金流走 可能股價再有深一點的調整都不出現 始終你看到中期盈利 大跌成80% 這些機器設備等等 我都不敢看得太樂觀 所以換馬部署 我覺得可以 因為始終那個股價 如果短期後市 不能夠上十天洩兩個八樓上 擔心後市來說 仍然會有深一點的調整 至於換馬部署 去換通達 我覺得其實都可以 始終通達之前跌得比較多 最主要市場 很擔心 改進未來的訂單 會有機會給華為 這些相關的內地手機公司 去削弱 但我覺得中期業績方面 表現未必會太過差 通達 如果這些位置買 我覺得直播率都屬於吸引 移回兩個一 作為一個止洩位 後市反彈目標 先看到兩個七這些水平 好的 多謝各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也麻煩了Arno 詳細的分析 Arno有沒有持有上述提及的股份 也沒有持有的 謝謝Arno 我們稍後回來 還有其他的直播環節 我們稍後回來再見 再見 再見 再見